元宇宙中的VR AR泡沫 大家好,这里是老庙聊科技,我是聊科技的老庙 今年VR AR又掀起了新的一轮投资热潮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字节跳动收购Pico 小村资本投了大鹏VR 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资本 投了1亿美元给AR眼镜厂商Rokid 而AR眼镜厂商Nreal 则拿到了蔚蓝汽车的配套基金 蔚蓝资本阿里系的云峰基金 新东方创始人余敏红的宏泰基金的1亿美元 这一轮的投资浪潮到底值不值得 老庙今天就跟大家来盘一盘 本期节目我们主要分三个阶段来讲 老庙聊科技,今天聊投资 2015年开始,国内兴起了VR领域创业的风潮 早期像3Glaces,大鹏VR,LAPTA 都是第一批仿造Oculus DK系列的头显 从而进入VR市场 2016年中国市场中除了最知名的HTC Vive Oculus,Sony更是百花齐放 如乐视,暴风,小米,小斋,小派等等品牌 有数十款之多 经过6年时间的大浪逃杀 目前还在市场中有所升量的 除了三大厂以外,仅剩Pico,大鹏VR,小派 3Glaces,爱奇艺奇遇VR,Nolo 面对Oculus Quest系列的强势碾压 目前除了以仗,戈尔研发及产业链能力的Pico 尚有还手之力 其他看来毫无招架之力 那这些早期玩家中 留下来的到底会成为行业的先驱 还是行业的先链呢 这就要从2021年又再度开启的VR投资热潮开始说起了 自也以接近百亿人民币对Pico进行了收购 而曾经服务过腾讯收购Superseal的小村资本 也投资了大鹏VR 而在这之前 3Glaces已经被数字王国取得了实际控制权 小派爱奇艺奇遇VR,Nolo 也分别在资本市场有所斩获 那么问题来了 除了成功上岸的3Glaces和Pico 国内剩下的各家VR头线厂商 还有未来吗 这里有个前提逻辑 就是当Quest Quest系列开始热卖的那一刻 VR产业从2B转向2C的时间点已经到来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 2C的VR头线的形态也随之产生 投手6自由度 内向外追踪 高品质高数量的内容生态 反观国内的这一些VR头线品牌 大鹏VR上一代产品 是2018年的PE系列的3自由度产品 并且还把3D波波的内容平台给砍掉了 小派VR则还停留在基站定位阶段 爱奇遇VR和Nolo 虽然仅跟Pico推出了6自由度的VR一体机 但无论是精度定位还是工业设计 还是内容生态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或许听到这里有观众就要问了 为什么国内头线厂商有些走出来了 但有些依旧平平无奇 在老喵看来这里面的区别可以用三个方向来回答 硬件设备创业 引起特殊性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 而往往这些硬件设备创业者都是一些技术出身 像大鹏VR的创始人陈昭阳 小派的翁志斌博士都是这一类技术出身的代表 而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 面对大量的资本运作 硬件企业的创始人不仅仅需要专注于技术 还要把大量的精力去协调资本 在这一过程当中 面对资本运作的诱惑 有多少能够坚守初心 也有多少勇于跳入资本的海洋和鲨鱼威武 面对资本很多创业者自认为是在玩资本 殊不知最后是在被资本玩弄 就像国内知名的两家AR眼镜厂商 一家已经与国内很多博物馆完成了项目落地 我们苏州博物馆的吸管 最近也推出了相关的AR智能导览服务 但另一家却手握各种资本 在数年内并未更新产品 这就让老妙想到了HoloLens和Magic Leap的往事 这家手握资本的AR眼镜厂商的创始人 恰恰也是曾经Magic Leap的员工 那或许又有观众朋友要问了 这些早期创业公司的终局会在哪里 是被大厂收购安全登陆 还是有机会独立IPO 老妙认为对于目前这些国内的VR头显厂商来说 冲击科创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北交所或许还有可能 而在未来的VR市场的推演来看 Aquara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进入国内市场的希望 苹果VR发布之后 华米OV一定会走出一架 老妙比较看好小米 而从内容大厂来看 腾讯手握Epic Games 入局时间问题不大 字节手握Pico已经开始招杯买码 未来可期 而腾讯的潜在竞争者中 或许米哈游会入局VR 作为未来元宇宙业务的承载平台 好本期就先聊到这里 最后预告一下 我们即将推出Nolosonic和爱奇遇奇遇3的对比评测 记得关注老妙聊科技 如果你觉得老妙聊的不错 一键三连走起来 老妙聊科技 科技很远 但未来很近 不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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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